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测试和评估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测试产品 以辨别和确定某件产品是否有缺陷或存在危害 如果一件产品构成实质性的产品危害 或者存在可能造成严重受伤和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那么CPSC就会寻求对该产品进行召回 在美国和玩具相关的受伤事故相当平凡 比如在2017年 与玩具相关而被送到医院急诊时就职的受伤案例 估计共有251700起 其中1%以上受伤案例涉及5岁以下的儿童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2017年 共接到15起与玩具相关的15岁以下儿童死亡报告 13名罹难儿童的年龄均在12岁以下 在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 玩具安全系列视频里 我们强调符合美国强制性玩具预班标准 即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250部分的重要性 并且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 可能导致对幼儿 尤其是5岁以下幼儿构成危害的缺陷玩具 或违规玩具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 我们要讲对玩具的年龄分级 第二集讲小不检法规和玩具的机械检测 第三集讲玩具的化学检测 这是视频第三集 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化学实验室 马修罗莫是CPSC 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实验室科学部的化学家 马修平时做很多和玩具有关的化学测试 我们来和马修聊聊 我是马修罗莫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化学家 我在这工作已经有10年了 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测验玩具和儿童产品是否含迁 现行法规规定 玩具和儿童产品的塑料 金属和玻璃基层 含迁不能超过100ppm 或0.01% 至于油漆 含迁不能超过0.009% 或者90ppm 当试验样品被送到试验室检测时 我们对玩具的所有部件都会做签测试 比如 这一部分我们会对蓝漆和白漆进行测试 也会测试所有塑料部件是否含迁 如果含迁 我们测试哪含迁 并测试含迁量 以确定产品是符合法规还是不符合法规 我们使用XRF 也就是X荧光分析仪 我们使用XRF来甄别玩具部件 以确定哪含迁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XRF检测结果来确定产品是符合法规还是不符合法规 这就是X荧光分析仪操作起来很容易的 现在我们来测试这个塑料部件 我们将它放在X荧光分析仪上 甄别过程不但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否含迁 而且还可以告诉我们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测试 你现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测试结果 单位是PPM即百万分之一 就像我刚才说的 法规规定塑料基层的含迁量是100PPM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000PPM 我这就很有把握地知道产品含迁量是违反法规了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哪含迁 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步的测试 这包括用强酸溶解塑料 金属或油漆部件 然后做电感藕和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OES分析 确定迁在哪里之后 我们切下一小片试验样品 放在测试管里 然后放入小酸 接着将试验样品放到微波消解仪里 温度升高到摄氏220度 塑料试验样品随即转变成液体 然后我们使用电感藕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OES测试试验样品 来准确地确定该塑料样品的含迁量 测试含迁油漆油漆的步骤是一样的 我们将油漆刮下来测试迁 称一下重量后放入酸解液中 然后做电感藕和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OES分析 酸解完成之后 使用电感藕和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OES是为了确定含迁量 自动化系统使得我们可以经计量校准 同时测试数件试验样品 所使用的软件让我们可以看到 某一特别波长时的含迁量峰值 基于该波长的强度 可以计算出准确的含迁量 如果含迁量超过100ppm 那么依照法规 产品就违反法规了 因此不可以在美国销售 至于含迁油漆 规定含迁量是90ppm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测试一个产品时 对该产品的所有不同颜色的油漆 都要测试 我们测试蓝漆 白漆 以及其他颜色的漆的含迁量 你们玩具还做别的检测吗 除了做儿童玩具 和儿童产品含迁测试之外 我们还对儿童玩具 做磷本二甲酸酯测试 磷本二甲酸酯是添加到塑料的塑料软化剂 使之更容易塑形和更柔软 现行法规规定 儿童玩具含某类磷本二甲酸酯 不得超过0.1% 我们来测试塑料玩具 我们割下一小片 将它在特别的溶液里融化 然后加入另一溶液 将塑料剔除 只留下所含的 磷本二甲酸酯 做完这一步骤之后 我们用气象色谱质谱连用仪 GCMS进行测试 以确定所含磷本二甲酸酯 是否存在 并确定其含量 我们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 玩具安全系列视频播完了 您觉得视频所传播的信息和知识 对您有帮助吗 最后我们强调 您在设计产品时 要实时想到安全 谢谢 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Cylvia Ch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